咱们实验的四个箱子已经弄好了 一二四比三五碗一天 还是现摘的鲜好吃 等一下咱们去另外一个风场看看 这个风场也要做前几箱多箱体的实验 有三个风场在做这种实验 老书家在山内头的山沟里 还有一个是在这边的山沟里 每个山沟的密原情况都不太一样 如果只在一个地方实验的话 我感觉不太准不太准确 所以咱们就分开 分开分开实验 等实验结束以后 三个风场的数据对比一下 看究竟能够增加多少产量 这样咱们有了这么可靠的数据 出去推广这种办法的话 更有说服力 刚观察了一下沟里边的精小花不少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 咱们下个视频见